诶,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和登集团的苏培君,今天呢,我处的位置呢,是在五级芝麻这一带,刚,就是刚给两个买家看过了房子,现在的第三位买家呢,所以现在呢,就记性的就是来一个live,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bucker root这一边,它这里的房子,周边的环境是整个, 那样的,对,所以呢,现在,就让我看一下,是否可以把这个镜头给转过来,对,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和登集团的,哈登斯的苏培君,今天呢,我来到这个bucker root,啊,位于五级芝麻,这一边的bucker root,来给您介绍一下房子周边的一些情况,对,所以呢,我现在身后呢,这里,你会看到,这里就是有个车站的,所以, 有很多家长呢,就是选择这一块呢,就是希望可以在ACS,英华小学,或者是新加坡女子中学,或者新加坡女子小学的一公里之内,一公里范围之内呢,所以这里的房子刚好不在两座小学, 对,一男一女都没问题,对,所以这边,我们,我身后呢,这里就是五级芝麻了,五级芝麻路,所以一转进来的话,就是我们的bucker root, bucker root,所以待会呢,我会让您介绍一下,bucker root这里,我在出售的两栋房子的周边的一些情况,让您看到一下这里是什么样的, 好,稍微等一下,我把这个镜头呢,给转过来,对,好,现在应该是看得比较清楚了,所以,您看到的这里就是bucker root, 所以从新加坡女子中学呢,或者女子小学那一边,其实两个车站,就是buss呢,直接到那刚才我,往左拐的那个车站呢, 其实只有两个站的距离,非常方便,也不需要过任何的大马路,然后这里进来呢,就是我们bucker root, 您会看到这里的路牌bucker root,所以bucker root这边呢,我们走下来的话,您看,是非常小孩子,放学回家呢, 走回家是非常非常的安全的,而且,离我们大部分要看的那个小区呢,是非常近,两分钟的这个不成呢,就到家了, 所以小孩子上学呢,也不需要,啊,费多大的劲,就,啊,很快的就到家, 所以这里转进来的话,你会渐渐的,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大马路车辆的声音会越来越小声了, 完全到,到最后完全几乎听不到的,所以我们旁边这里呢,就是刚才我们路过的,就是ACS, 啊,ACS Barker,就是英华小学,英华小学,旁边, 所以,啊,离我们大会儿要看的房子呢,是,啊,非常非常的靠近, 对,所以一男一女呢,啊,不管是,男孩或者是女孩,啊,都在一公里之内, 新加坡女子中学,小学,或者是英华小学,都非常的方便, 那,你会发现呢,我稍微走了一下,到了这一边,你会发现,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马路的噪声呢,会越来越小声了,完全听不到, 所以,刚才,你会发现,刚才我们路口那一边呢, 其实是双向交通的,所以很多家长,有时他们把接送孩子的话, 他们就车辆从这边这样走进来,然后转进去,英华小学, 放了孩子过后呢,或者接了孩子过后呢,就从这边绕出来, 就直接转出去了,很少会从这边再继续的延伸走下去的, 所以多次是,主要的交通是围绕着那个部分, 对,然后这里我们进来的话, 你们看到,Bucker Road其实不是一个大马路, 是一个小马路, 也因为如此呢,你会发现,它根本没有双黄线, 或者是白线,没有双黄线,或者是白线, 所以,有客人来的话,停车方面呢, 也不是问题,因为整条街呢, 都可以停车的, 对,因为整条街都可以停车的, 所以,那些友谊, 想要在这一带,五级芝麻这一带呢, 买个房产,让孩子容易上学的话, 其实这里的环境其实是还不错的, 你要发现呢,来到这里的话, 这个, 噪声呢,是几乎完全听不到的, 几乎完全听不到的, 对, 然后我们, 现在呢, 哎,对,还欢迎欢迎, 各位,我是来自河灯集团的苏北军,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所以呢, 现在我们要看的是, 这个Bucker Night, 就是这一个小区了, 这个小区了, 所以这里呢, Bucker Night属于位于, 就是Bucker Road, 因为发现那整个小区呢, 其实不是很大, 刚好, 只有六户, 总共只有六户, 就是不会很杂的, 然后, 小区这里呢, 它是属于我们这里所谓的, 叫做Caster House, 或者是Strada Landed, 对, 所以我现在呢, 这里有两栋房子在出售, 我现在这里有两栋房子在出售, 所以, 你看到我们这个角落头这里呢, 这一栋呢, 也是我出售的这一套, 它的这个停车位, 是刚好位于整个房子的旁边, 不像其他的典型的Caster House呢, 它们的停车位呢, 都是属于这个地下停车位的, 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呢, 各位, 如果说您要买有地房产, 或者是新加坡的Caster House来讲呢, 有几点要注意的, 就是第一, 第一, 就是我们外面这个小区, 这个马路呢, 是否有双黄线或者是白线, 对, 一旦有双黄线或者是白线的话呢, 它就完全不能停车了, 所以一旦有客人来, 或者是亲戚朋友来到访的话, 那没有位置给他们停车, 有时呢, 会显得比较尴尬一点, 然后这里呢, 如果说你要买, 比如说这种有地房产呢, 其实现在目前的售价, 都是属于偏高的, 属于偏高的, 比如说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半独立市呢, 现在的交价都要超过一千万了, 甚至这里, 我们附近有一个在叫至少一千两百五十万, 另外一个全新的独立市的呢, 一千将近要一千七百万, 所以你可以看见, 你可以发现这里的价位都是蛮高的, 因为是雪府区, 也是永久地区, 也是我们这个第十一区的这个比较中央, 的一个低段吧, 所以价位呢, 会稍微比较高, 然后我出售的这两套呢, 一套比较大的, 它的面积呢, 是六四五六平方英尺, 六四五六平方英尺, 五个卧室, 另外一个是四六零七平方英尺, 也同样的是五个卧室, 交价呢, 分别为六百八十万, 跟五百九十万不等, 对, 所以, 相比之下, 其实性价比会比较高的, 对, 各位好,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我是苏培君, 我现在呢, 把镜头转过来, 对, 哎,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我是来自河登集团, Hudden, 苏培君, 对, 现在呢, 啊, 刚好呢, 就是我, 啊, 就是给两个客户看完的房子, 现在有点时间, 再等第三位客户过来, 就顺便呢, 就, 啊, 即兴地就发这个, 啊, 直播, 让大家了解一下, Bucker Road这边的, 这个住宅的一些, 周边的一些情况, 所以, 现在我要, 啊, 我在出售的这个房子呢, 就在Bucker Night这个小区里面, 你会发现, 这整个小区呢, 它周边都非常非常的安静, 那, 虽然说离大马路, 不是很远, 不过呢, 您完全不会听到任何的叫声, 对, 而且整个, 啊, 啊, 位置, 这个位置呢, 也在我们的英华小学, ACS, 跟SCGS, 也是新加坡女子小学的, 一公里范围之内, 所以很适合, 家长呢, 就是有意让孩子, 以比较优先的方式呢, 进入这两所小学, 对,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和登集团的苏培君, 那现在呢, 来到这里的话, 我就干脆让您看一下我们这一套, 这个角落头, 这个房间, 这个房子的第一层吧, 第一层, 看看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 所以好的, 刚才有提到的, 就是说, 我的这个两个停车位呢, 跟其他的class house不同, 就是, 他的停车位就在房子的旁边, 所以感觉呢, 真的很像一个, 一个有地方产一样的感觉, 好,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正式一个入口处, 就在这边, 直接的进来的话, 直接的就进入我们的这个房子里面了, 直接进入我们的房子里面了, 对, 所以因为房子里面有一些私人的一些照片, 所以我不方便带您看了整套房子, 就在我们第一层, 大概让您了解一下吧, 所以你看到进来的感觉呢, 是非常的宽敞的, 对, 跟其他的class house, 或者是strata land的比起来呢, 稍微很不一样, 因为很多的strata land的呢, 他们一进屋的时候呢, 就会感觉到比较窄, 又高又窄的感觉, 这个您看, 对不对, 我们的餐桌呢, 这里是一个10 seat的, 可以坐10个人的一个餐桌, 对吗, 所以很少呢, strata land的或者class house, 有进入我们的餐桌,